医治血癌可以靠近年新研发的细胞治疗 但香港过往并没有相关培育免疫细胞的设施 有本地大学和科研机构合办制造基地 有望加快治疗流程和降低成本 白血病或淋巴流患者细胞治疗要先抽取自身血液 经过消毒后再送入无菌设施培植 这种是近年新研发疗效效持久的治疗方法 透过基因改造患者的免疫T细胞 令他们懂得便便癌细胞 培育之后再输重到病人身体内消灭癌细胞 医冠局统计每年大约有超过100个患者 适合接受这种细胞治疗 虽然这种方法治愈率过半 但每次疗程需要大约280万 其中不少是将病人T细胞冷冻 送到外国供应商培植的运输成本 除了钱还有时间 连同样本在海外轮流培植 至少要4个星期才会完成送回香港 急性患者可能等不到 中大与科技园合作建立先进疗法制品 良好生产规范中心 日后本地都可以自行培植免疫细胞 我们12天就应该做到了 重要的是我们的产品是一个不需要做冷冻的 是可以新鲜的一个细胞治疗 就会在威尔斯亲王医院 和在香港儿童医院 包括所有成人和儿童 如果是需要做到这个卡尼治疗 我们都会邀请他们加入我们这个临床研究 我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下了 我们已经是前期做过了 制造了细胞出来 进入一些动物研究是非常之有效 但是你说什么时候可以进入人的那里 就要政府批了 即是卫生署 除了基本运输和输入培育细胞的具体程序 其他步骤全自动化 机器上面有24个罚门 负责控制细胞和培养液的进出 之后就会制成这包大约100毫升 逐白色的制成品 纵深预计总疗程费用 可望缩减至少三分之一 未来也都会研发其他癌症 心血管疾病治疗方法 和再生医学等产品 给更多病人受惠 无线电视记者周俊峰报道